能够令人所满意 但是目前呈现着 入不复出的状况的原因是在于 各支俱乐部 目前整个联赛都在进步的情况之下 真正对本赛季的两名外援球员 拜克斯就不说了 跟上个赛季问题 还是那么的明显 或者说差别不大 另外脚梁马丁也不是一名得分机器 而且整体马丁是一个 在进攻端喜欢飘着打的球员 也是防守球员输现了一个错位 刚刚刘伟也是主动是放空 可能说对于荣子锋也不是太了解 来得下第二次强攻 又一次被李沐豪干扰 这边是吴冠锡开场两次进攻 都是没有能够突破李沐豪这个点 反过来这边 大成一次犯规 李沐豪 上一场比赛是有所复苏 拿到了17分10个篮板球 17分的得分也是追平了赛季的新高 这也是他的第十个赛季 一位 身体拜克斯被包夹 这边走中路 定着防守硬上啊 李沐豪 今天这几名球员的状态 是来得非常的快 9比0到目前为止快三分钟了 大家都知道吉普森是目前这支肯迪亚的绝对得分的核心球员 对手也知道 这边又是一个大帽篮下 李沐豪 两次盖帽啊 开场之后在整体篮下的保护做的是非常的到位 李沐豪 中距离来一个好球手感上来了 15比0到目前为止肯迪亚还没有得分 还是太壮了 底脚 时间不多了 高位 王红 得看时间 哎呦好球 李沐豪今天应该是个人的第三次盖帽 球员们也是非常着急的这一球刘伟啊 但是还是想太多啊 转回来之后送给对手两分 这就是入不敷出 重新组织 哎 顶开防守 吉普森三分球 还是没有篮下刘伟 再起李沐豪四个盖帽 我的天呐 这一个 在 中山体育馆啊 开启了这个火锅盛宴 李沐豪自己可能说打了打了都打笑了 部队本赛季的快空得分是10.1分 排赛联赛的第7位 有着非常多善于打快攻的球员 吉普森 伊利 史洪飞这些球员 都是有着非常不错的速度的 哎呦 李沐豪 自己也乐了 今天两大内线 雄鹰展翅 花式扣篮啊 这一下你是直接 忽略了阿豪的身体素质 效率不高 场均呢也只有21%的三分九命中率 因为基本上不投 满下好球 本身之后的勾手 拦着一股劲儿 谁都想脱离这个泥潭 高位有一步的放空 但是没打篮下 双人包夹还是非常强硬把球打进 李沐豪 李沐豪 这球没有 篮板球高度优势 完全底线 直接过了 顾全 好球 无关系 还是没有注意到 在右侧已经杀到篮下的顾全 黄荣奇 给他篮下拉肚 7分 1分半中 基地 伊利 再给 不关系 这球是脱手了 篮板球 这球被李沐豪拿住 其实这个赛季像 神字节